我现在是不上不下的 任权 我拜托 有机会的话 请你帮我打听打听一张的消息 我不希望任何事情 就这样不了了之 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最起码 你应该让我知道 我叫了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我自己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好 我会替你打听的 不要说为你了 再说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也应该知道他的下落 王律师 这件事你研究的怎么样 像这种情形之下 不必要打官司 订单 账目 还有收条 都是清清楚楚的 他就是再狠也赖不掉 何况你手上还有他那么多股票 我们随时可以接收他的公司 我请你打给王仁前的电话 你打了没有 我打过了 什么事那么急 不是 我在人家公司做事 现在不能去了 总应该有个交代 你不是说你没有朋友吗 我就这么个朋友 也是同事 将来我还很多地方麻烦他 将来 这个你放心 我爸爸已经决定 把你接到我们家里去住 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谢谢你 义章 不要紧吧 没事 好多了 你怎么住院半个多月里 也不通知我们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必麻烦你 这什么话 要不要我通知患生 不要 要不要我叫艾连来陪你 不 不必 有没有打听到一张的消息 有 他在哪 他 他出了车祸 他现怎么样了 情况还好 不过 他不要我告诉你们 他在哪 是你要我帮你找他的 我怎能不告诉你 他的中心诊所 106号 公司银行户头里 还有多少钱 只有三万多块钱 这张票子 你一张送去 好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你不必说什么 我了解你的心情 你真是国际牌的老好人 不管怎么样 朋友一场 听了他撞车 心里 难过得很 你听我跟他 你放心好了 这点事办得到的 我说 你不认得了我 让你发生了 你的心情 有什么心情 我不是要你 我不是要你 这点事 我不是要你 我不是要你 你不认为我 你不认为我 你找谁啊 我是来看林一章先生的 对不起 医生交代过 他不能见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你还有谁 快把手拿起来 别把眼镜弄坏了 你别忘了 医生也住在我们家 要是他呢 人家才不像你这么无聊呢 没事还在家弄这个 二十五六了也嫁不出去 我看恐怕没人要了 别替古人担忧了 有人要我呀 我也不一定看得上 不怪我 不该把你送到国外去念书 书念得怎么样不知道 把眼睛都念得这儿来 眼光过高 你会吃亏的 吃亏 吃什么亏呀 浪费了青春呢 二十五六了 连男孩子的手都没有拉过 你不吃亏啊 谁叫你那么疯了 好好好 你老实 你做一辈子老处女好了 我就要做一辈子老处女 怎么样 哎 那你就不孝顺了 爸爸这么大岁数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是结了婚 我就可以把事业交给你们了 爸爸就可以退休了 你现在退休吧 交给我好了 哎 哎呦 知子莫若富啊 就你那个性跟脾气啊 三天不关门 那才怪呢 那你要交给谁啊 哎 我看一张不错 少年英俊 倒是个好女婿的料 哎 你有意思没有 嗯 没有 嗯 口是心非 你别乱说话 嗯 当心我把你嘴疯起来 嗯 老婆 哎 你怎么起来了 我想起来走走 偷偷空气 哎 吃了 嗯 去 去 爸爸 哎 口是心非小姐 机会来咯 好好表现表侠 要把我哟 爸爸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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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扶你啊 小心点哦 老婆 哎 今儿没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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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现在就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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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小云告诉我 你没有吃晚饭 为什么 我不饿 你不要这么想不开 自己是